大家好,今天我们是第十二讲 短线突破交易策略剖析 我是陆杰 在今天开始之前呢 我们回忆一下上一堂课 我们讲的是一个大小周期双平率策略 那么在那一堂课当中呢 我们讲解了一个双周期的策略 就是具体的讲就是这么一个策略 在右边的是一个周星期的K线 周K线 左边呢是日K线 然后通过周K线的MACD指标 和日K线上的双均线 来判断现在是否存在趋势 是否进行交易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上一堂课没有来得及看这个 它的这个一个效果图 收益图 那我们现在来测试一下 在这里呢 我们先要看一下我们的策略 实际上在我们策略当中 是几乎没有参数 这些参数都是非常非常常用的参数 在MACD当中 我们就用了三个参数 是常用的MACD参数 MACD指标当中的常用参数 其他就没有参数了 然后呢 在我们调用 调用周MACD的这个策略当中呢 参数也没有什么 一个是求ATR的一个长度 20天 这个是多少资金 这个也不算是参数 这个是一个资金 对吧 然后这个是就是短周期的 短均线的周期 这个是长均线的周期 就一共就这几个参数 而且呢 在所有的品种当中 这个参数是不变的 在我们的图表当中 我这里是 在这个 我加载了大概十几个品种 十个品种左右 这个参数全部都是一样的 我们都使用了同一套参数 十几个品种当中 使用了同一套参数 没有进行任何的参数优化 针对不同品种 进行参数优化 我们来看看效果怎么样 打开它的组合测试报告 稍稍等一下 出来了 这十三个当中 十三个品种的策略 我们用的是同一套参数 没有对任何一个参数 对任何一个品种进行参数的优化 我们双击这个 这个得到的就是我们的一个收益曲线 我们可以看到近期 这个收益刚刚开始创新高 从17年 从17年10月31号的高点开始 将近持续了一年的回测 从最近才刚刚开始创新高 这是这个策略的一个效果 我补充一下 那今天呢 我们是要讲的是另外一个策略 是短线突破交易策略 那这个策略呢 实际上是一个大师 叫Larry Williams 这个是一个大师 就是我们通常用的WNR指标 就是他发明了 他名字叫Larry Williams 我们中文的有翻译成叫Larry的 也有翻译成Larry的 都是同一个人 那他在他的那本书叫 这个短线交易秘诀当中呢 第四章 他讲到了一种判断趋势的方法 或者说交易的方法 就是叫做价格波动突破 动能的突破 他的意思就是说呢 如果说每天 他的振幅 也就是说他的最高和最低 有个价差 我们通过 昨天的 和这个价差的距离 来判断说 这个价格有没有超过 昨天的 政府的 一定比例 如果说今天 在开盘价的基础上 往上涨了一段距离 这个距离呢 又大于 昨天政府的 一定比例 那我就认为说 今天价格出现了一个向上的走势 那我可以去来试一下看 或者叫做赌他一看 看看能不能 在这波趋势当中 能够盈利 所以说 Larry Williams 他就在这第四章当中 其实讲了这么一个方法 然后呢 我就把这个方法呢 我把它变成 我们TV当中的一个交易策略 但是呢 在这个平仓的上面 我是做了一些改进 跟他是不一样 他是用的是一个时间平仓 就是在第二天或者第三天的收盘价 不管怎么样 就把它 就是手上的头顺全平掉 他是用的那个时间平仓法 那呢 我是做了一些改进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的思路是什么 如果说 价格开盘后 突破昨天的政府的一定比例 并且 今日的高点 高于昨天最高点 就是说 今天的最高价 比昨天的最高价 还要高 满足这两个条件 我就认为说 它是一个向上的趋势的开始 那我就开多 那么什么时候 平仓呢 那么有两个 第一个我们讲止盈 什么时候止盈呢 在开仓的时候 我们已经设好止损位了 对吧 那么当我的浮盈达到止损幅度的N倍 这个N是你自己可以选择的 浮盈达到止损幅度的N倍 这时候我就自赢 就把它平仓了 或者说 价格跌破开仓日的开盘价 我就把它止损 价格跌破我们开仓日的开盘价 就止损 所以说 开仓日的开盘价 就是我们的止损位 那我们既然知道说 开仓价 我们知道说 开盘日的开盘价 这两个价格都知道 那 这两个价格之间的距离 我们就把它叫做1 2 对不对 我们就把它叫做1 2 这个概念 在我们前面几堂课当中也反复强调了 在实际上我们在写程序当中 也是反复运用这个概念 就是叫1 2的概念 就是开仓以后 我知道我的止损位置多少 对吧 那么 我从开仓价到我的止损价 这中间的距离就叫1 2 好 这就是我们的止损止盈的一个思路 那我们看看具体 来看看策略 这前面是做了一些注解 就是说从9.1版本开始9.2,9.3,9.5 各做了一些改进 这里做一些注解 我就在每个每个版本当中我做了哪些改进 所以现在我看到的是西雅图9.5版本 那实际上参数呢有哪些呢 第一个是有一个趋势的长度 也就是长均线 这个均线 这个均线呢 是来判断一个长期当中一个趋势 那么当这个我们的价格在这个300日均线以下的时候呢 我们也是不操作的 当300日均线以上的时候呢 我们是做多的 对吧 我们这里只是讲做多 做空没有设计 做空就是反过来 就是在300日的均线以下做空 就是这个反过来 我们现在讲的也好 刚才我们在讲次里思路的时候也好 全部都讲的是 就是做空这一种状态 做多这一种状态 做空些不考虑 做多了我们搞清楚了 做空就是反过来就对了 所有的参数 所有的东西都是一模一样 只是方向相反 那么第二个呢 叫profit ratio profit ratio 我这里是 莫论是四 就是说是我的止盈位 就是我的止盈达到一二的多少倍 我就止盈 这个止盈在我们这里就是这个n倍 这个ratio就是这个n 就是我们浮盈达到了止损幅度的n倍 我们就止盈 这个就相当于那个n 然后这个呢是if float shares 就是 就是我浮动手术 是不是为真 浮动手术 对吧 也可以固定手术 如果说我这里是force的话 那后面它买卖的时候 用的就是固定手术 那我这里如果是cho 就这个if float shares 就是是否浮动手术是 为cho的话 那后面就用的是浮动手术 第三个这个参数呢 是ratio 这个就是零点之零 默认零点七 这个ratio是什么呢 这个ratio就是我们 在这个思路当中的 开盘后突破昨日政府的一定比例的 这个一定比例 就在我们的这个策略里面 就是叫ratio1 ratio1 那么还有个ratio2 什么是ratio2呢 ratio2是用在开空的时候 ratio1是用在开多的时候 但是在后面呢 我们有规定说ratio2等于ratio1 也就是说 我开多和开空 那个出发的那个比例是一样的 没有做区别的对待 没有设不同的参数 这个就是手术 如果说前面不用浮动手术的话 那就手术为1 这个就是手术 如果是浮动手术为cho的话 那后面实际上是每一次 开上之前 它会自己计算 并不一定是1 然后这个呢 max stop loss max stop loss 就是我最大的止损金额是多少 这个就是我最大的止损金额是多少 有了这个最大的止损金额 有了我的止损的价格 那我就可以算出我这一次交易 我可以开几手 一旦我算出来开几手 那个手术 就是一个浮动的手术 这个大家想得明白吧 好 这里下面就是一些固定的变量 就是都不用看 好 这里我们讲过了 Ratio2等于Ratio1 就是说开度和开空 所用的幅度比例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呢 这一段呢 就称称if 一直到这一段 这一段实际上是什么呢 实际上是来获得 昨天的最高价 昨天的最低价 实际上是用来获得 昨天的最高价 和昨天的最低价 本来是我们可以 完全可以用 昨天的最高价和昨天最低价 就是有内涵的 就TB里面 它内在的函数本身就 昨天的最高价 昨天的最低价 但是呢 用了以后呢 我发现有一些异常 这里讲的是 第五次 第五号 又在开张用这个 昨天最高价 昨天最低价呢 这两个内在函数呢 发现有一些问题 一些问题 后来呢 我就把它自己改成了 用自己写的 昨天最高价 昨天最低价来代替 那么这一段呢 就是说是来计算 昨天的最高价最低价 最高最低 这个价格 那么这里唯一 我觉得稍稍有一点 可以 讲一讲的是这个 就是这个函数 一个 tue dat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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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意思 tue date 就是我们知道说 我们真正的日历的日期和期货上面的日期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如果从晚上我们开始交易 比如九点钟开始交易 在期货上面已经算成是下一个交易日了 对不对 但是在我们的日历上面还是这个交易 还是今天 但是呢 在期货交易已经是下一个交易日的开始 所以这当中有两个日期的不一样 那么通过这两个比较 就tue date 0和tue date 1呢 这两个比较 我们可以知道说 这个到底是 是不是今天夜盘开始了 是不是新的一个交易日开始了 对不对 我们日历日和交易日 这两个是稍稍有点区别 那通过这个可以来做判断 那么这当中 判断完了以后 做一些复值 然后得到昨天的最高价 最低价等等 还有昨天的这个 这个 高低价 差距 这些都可以算出来 那么在这里就做了一个 这个就是一个长线的一个均线 长均线 刚才我们讲了 就300周期的一个长均线 这个就是昨天的正幅 昨天的正幅 好 这里定义了两个变量 shred hold 1和shred hold 2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缺值1和缺值2 那缺值1等于什么呢 缺值1等于昨天的开盘价 加上 昨天的正幅乘上一个一定的比例 那么缺值2呢 也就是是昨天是今天的开盘价 减去昨天的正幅乘上一定的比例 那么这个结果就是75 然后75加上今天的开盘价 今天开盘价 假设是1000的话 那就1000加上75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做多的一个门槛 同样的 今天的开盘价减掉 昨天的正幅的一定比例 就是我们做空的一个门槛 当我们价格大于这个门槛的时候 我就做多 小于这个门槛的时候 我就做空 那在我们的图上呢 也是完全可以很直观的看出来 我们看一下 这里黄线和蓝线都画出来了 蓝线突破 那么就往下做空的一个门槛 黄线呢 是往上做多的一个门槛 跌破这条蓝线的话 它就做空 如果说是往上涨过这个蓝线呢 它就做多 我们看到做多的 这个都是做空 都是做空 最近没有做多吗 就这里 当从这里是开盘 这里是开盘 开盘以后 它超过这条黄线 它就开多 超过黄线就开多 这个就是我们两个缺值 一和二 两个确值 这个是刚才我们图上看到的黄线 这条是我们刚才在图上看到的蓝线 当这个价格突破 黄线的时候 我们就做多 价格往下突破蓝线的时候 这个缺值的时候 我们就做空 好 下面呢就是我们真正判断说 这三句是画图 不管它 这三句 这里开始就真正的说 我们是不是要开始开多或者开空 我们看看条件 就是如果说 手上是空单 然后呢 我的最高价呢 又大于了开多的缺值 也就是我又最高价又大于了那条黄线的话 同时呢 我今天的最高价呢 又比昨天的最高价还要高 在同时呢 现在的价格呢 是在三百周期的那条长均线 大周期均线的上方 另外再满足一个条件呢 就是说 当天没有平仓过 如果当天已经进行过平仓交易的话 那当天不会再开仓 就就就 那当我把这几个条件都满足的时候 我就开仓 那开多少手呢 这里先做一个判断说 到底用不用浮动手术 如果使用浮动手术的话 那就用这句话 我来算出我可以开多少手 那么我们具体看一下 这里取最大值一个整数的 整数的一个闪数 取证 取证就是说 这个max stop loss 就是我允许的一次交易 最大的亏损是多少呢 在这个我们默认里面呢 默认的是2000 也就是说 我每次交易的亏损不超过2000 那么我就用这个2000这个数值呢 我来除以 这个数值 这个数值就是我们开仓的幅度 我们的止损幅度 就是我们的止损幅度 止损幅度 然后乘上它的这个合余单位和价值 那么这个就可以算出来说 为了15 就可以算出来 当我达到止损位的时候 我止损的时候 我又止损金额呢 又不能超过2000 如果要达到这两个条件 我可以开多少手 这可以计算出来 那最少呢 是一手 这个就是算出我们的浮动手术 到底我这次开仓 可以开多少手 然后呢 开手术确定了以后呢 他们就在这里买入 买入就是今天的最高价 和我这个开多缺值的一个最大值 用这个价格去买入 这个相对应的浮动手术的多少股 是吧 然后再接下来呢 用使用了三个的全局的变量 来记住一些关键的点位 记住一些关键的点位 比如说这个 这个就是开仓的一个缺值 今天的开价价 这个也是我们后面的止损位 把它记住 对不对 那么这个我们是止损的幅度 对吧 这个是止损价格 这个是止损幅度 这个止损幅度 我们通常把它叫做1,2 对吧 那记住了这三个重要的数据 好 那这个就是开多的情况 就做多的情况 就是entry 就是开仓 这部分 这部分 这部分就是我们做多的情况 那么这一部分呢 是我们做空的情况 如果说它碰到了下面那条蓝线 开始做多的话 那我们就是这一部分 而开始做空的话 那就是这一部分 所以这一部分和这一部分 是一模一样的 产出什么 完全一样 就是方向是相反的 这一部分做空 上面这一部分做多 我们只讲做多这一部分 做空的是一模一样道理 不像一样 好 一旦我们做多了 一旦我们在这个位置做多了以后呢 这接下来部分是什么呢 exit exit就是平仓 我们出厂了 出厂了 出厂我们分两种情况 一种叫profit out 就是我们止盈 就是这两句话 实际上就是说是我们的止盈 止盈平仓 那么我们这里止盈是什么平仓呢 止盈是什么呢 就我们简单在图上 可以看得更清楚一点 我们图上来看 就当我开仓以后 当我这里开仓以后 当天的开盘价 当天的开盘价 就是我的止盈线 这条绿线 它就是我的止损线 绿线就是我的止损线 那么 这个幅度从开仓下 到我这个止损线 这个幅度的 n倍 就是我的止盈位 那就是这条南线 我们画出来的止盈 这条就是我的止盈位 所以我开仓的时候 我已经知道了 我的止损在哪里 在滤线 我的止盈在哪里 在南线 如果说它先到滤线 那我就止损了 像这笔交易的情况 就是先止损了 因为它开仓以后 没有到止盈 它就直接达到了止损 那我就止损掉 那反过来 如果说它这里 先到止盈位 那我会在这里止盈 那我们看一个 止盈的一个例子 像这个 在这一天 它突破了 蓝的 做空的 缺值线 那么它就开空 开空以后 我们就 划出它的止损线 是这条滤线 对吧 那这条滤线 就一直没有碰到 它就 这个行情就一直往下走 这条红线呢 就是我们的止盈位 也是我们的 这个止盈线 它一直走 一直走 它一旦碰到了 这条止盈线 就止盈了 它不管 后面它行情还会往下去 或者往上去 它就不管了 就在这里止盈了 然后呢 它就在等 因为你看 这两条 开空和 开多和开空的这个线 又重新划过了 对不对 然后它就在等 一旦等到满足了新的 开多或者开空的条件呢 它就重新又开多 或者开空 对吧 在这个地方 它是又突破了黄线 所以它就马上开多了 好 开多的时候 我们马上又可以画出 它的滤线 是它的止损位 蓝线 是它止盈位 对不对 那么很不幸 这次呢 它是被止损了 好 那刚才我们已经在图上 已经看到 实际上 这两句命令的作用 它就是说 来判断说 你有没有碰到我的止盈线 碰到我的止盈线 它就被 它就止盈了 那么这两句呢 是给做空用的 也是做空的止盈 那么有了止盈 我们还做止损 止损是这两句话 好 止损是这两句话 止损是这两句话 你就看到 一旦 它碰到了 开仓这一天的开盘价 它就会被止损 不管是什么时候 只要是碰到了那条线 它就一定会被止损 就是这两句话实现 好 那在这里 大家要稍稍关心一下 比如说 我这个止损也好 止盈也好 在买价和卖价的时候 其实都有一个 取最大值 或者取最小值的一个 函数会用到 好 这个是未来 是为了防止 有任何偷价的一个嫌疑 我们在未来函数这一堂课上 也完全讲到了 有了这两个 我们可以防止出现偷价的这种可能性 而且是必须要用的 不用的话 是100%会出现偷价 在当跟K线做买卖的话 一定会出现偷价 如果说你是在下一个K线的开盘价 做交易的话 那不需要用这个Max或这里面 那么这里强调一下 好 然后 我们主要的逻辑 它就讲 就到这里结束了 在接下来实际上 就是两条划线的语句 就是我们划出止盈线在那里 划出止损线在那里 这下面就是一些调试用的 那么 整个策略逻辑 就是这么简单 不复杂 对吧 看上去很多 实际上呢 这个 解释一下这个逻辑 就是那么简单 那我们最后呢 我们来看看它的效率 效果怎么样 这是我们在其中一个 成品种上的 我们现在放了 10个品种 那我们看看 这一个品种 这个是罗分钢 那罗分钢呢 这个表现的 大概是这么个走势 你看这一两年都不大好 16年 12月 18年 这两年实际上 罗分钢都走得不好 平平的 然后这十个品种 我们看看 组合报告呢 它会出现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效益 结果 我们就看这些都不要 前面这个都不要 我们只看西雅图 这一个的 好 我们现在来测试一下 这十个品种 在我们西雅图 这个策略下面 它的表现如何呢 时间稍稍有点久 通常好像不会那么久 好 然后这个结果呢 出来了 总共有十个品种 那么我们在这 这个不用把它打开 可以看看 这是总的率 是127万 等等等等 这个 其他的 这个益盔比 有3.0 这个比较高 有3.0 然后呢 益位呢 是31% 比较高 我们看看 它的图表呢 这就是它的收益曲线 它在最近 就一直在赚钱 而且最近 在创新高 从这个曲线呢 这是13年 12月份 5年的曲线 从5年来看 它这个收益 是一直在 稳定的增长 它是一个 非常不错的 一个曲线 所以说 这个策略 这么多年 来从Larry 开始 他这个思路 这个动能突破 这个思路 是一个 这么多年来 一直 有效的 一个思路 那么在 就是在出厂的条件下 我们是 做了一些改进 在Larry的基础上 是改掉了 跟他那个时间 出厂是不一样的 然后呢 就是 大家看到了 这个例子 也看到了 这个策略的 一个抛系 实际上可以回去 再 加入自己的理解 再做一些改进 这个效果 可能会比我 这个做的会更好 好 那我们今天呢 这段可以就讲到这儿 谢谢大家